天啊 放开孩子之后呢 对经济影响应该总体上是正面的 从短期来看呢 可能比如说生的孩子各种社会需求会增加 这会刺激消费需求 那么在短期内有可能会对经济带来正面的效应 从长期来看呢 会来改变中国未来的劳动力的供给 因为现在开始呢 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在减少 恐怕很快劳动年龄 这个劳动力的人口 绝对劳动力的数量也会在减少 那么20年之后呢 这些新的劳动力加入进来呢 可能会改变那个时候劳动力的供求的状况 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有利的 希望再有一个的话 他不会这么孤独 会这个亲戚啊什么的会多一些 就会怎么这样会想照顾 老了上面还有爷爷奶奶 养个年轻人养八个老人 这样的情况 社会负担很重 家庭负担也很重 所以我觉得二胎很好 挺支持的 对这是第一个孩子 准备再生第二个 一个就行了 把它看好就行了 因为看一个孩子太累了 老人也是 精力有限吗还是 我现在可能没到计划吧 咱等等吧 为什么呀 现在小伙有小伟太高了 是不是 等给你可以情况一下吧 可能咱要一个吧 特别是女职工 对她们给予足够的制度保护 包括在她们的生育期 和生育之后的一段时间 不至于影响 她们在单位的 不管是收入 还是她们职业升迁发展等等 这些方面受到影响 因为她们的物费 也不得了 孩儿也不得了 你们可否 også 听到这些 让我身上 我就是 给你们 记得 让他们 快 了 我